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锁定九点热话题 我是秦林谦 首先新闻一开始 重要的民生焦点 先来关注的是 电价涨幅终于拍板定案了 民生跟小商家用电分为四个集聚 那么最低的涨幅是3% 最高是10% 用电大户最低调涨15% 最高是25% 整体来看平均的涨幅是11% 不过农于学校以及社福团体 目前是维持动涨的 因为不少学校都喊说 如果涨电价就会稀释教学资源 电价调涨拍板定案 但不知道是否涨幅瞧不定 记者会晚了快半小时才开始 住宅和小商家的以度数集聚 来区分四种调幅 住宅330度以下 小商店700度以下调幅3% 住宅1001度以上 小商店3001度以上调涨10% 另外产业用电则是分为用电成长持平 或是衰退的比例来决定调涨幅度 成长的话调幅14% 持平或是衰退未达10% 就调涨12% 衰退10%以上调涨幅度就是7% 用电大户最低调涨15% 最高调涨25% 目前动涨让学校松一口气 毕竟看看大学校园 电算机房24小时运转 白天教室开灯开工条 晚上换成宿舍图书馆 电费惊人 以大同大学来说 每年的电费支出就超过2000万元 人事成本电价如果接连涨 学费却没涨价对学校而言 根本吃不消 教育部已经向经济部和台电来争取 就连医院也喊出 希望动涨医疗机构的电价 如果希望医疗机构 能够动涨所谓的挂号费的同时 是不是也应该要动涨医院的电价 电价调涨效应 带动各种费用支出 民众荷包势必也深受影响 四月份电费确定要涨价了 这次不仅产业用电 民生用电跟小店家也逃不过 像是我们到一间经营臭豆腐店的这个业者 他推估说电价调整之后 他每个月的电费会多出一万多块钱 实在是吃不消 电器工会全联会理事长建议说 使用超过十年的电器最好赶快 太久换新不然太好电 臭豆腐店的老板好无奈下午茶时间开店营业 炸臭豆腐开灯 这些用电量算小 还有必须24小时运转的两台冰箱 走到六平大的内容空间 夏天到得每天开冷气 才真的是吃点怪兽 同样是小吃店的面店老板 一样伤透脑筋 冷气都已经要一直开着 反正你卖这个热的东西 没有开热的人就会流汗 Q台面调起锅 淋上特制酱汁 这一碗面端上桌给客人享用 每个环节都会用到电 老板们想省成本 还真的只能想办法节电 而其实省电与否 跟电器的新旧很有关系 电价开涨也让民众好担心 恐怕会让通膨再加剧 对此三商餐饮以及东利多餐饮集团 都表示目前没有计划涨价 而竹坚集团也说同样不涨 离风期会采取区域待位 未使用到的空间 暂时关闭电灯还有空调 不过对各位老板性来讲 最心酸的还是那一句 关务接涨 但是薪水不炸 举别新闻 谢谢我想宇捷 台北上报道 电价将要涨价11% 而就怕物价通膨 行政院长陈建仁也证实 央行宣布升息就为了平抑物价 只是升息之后 连贷的也会加重贷款族群的负担 对此陈建仁则回应 已经向请相关待问 演你配套 央行升息为哪装 陈建仁话说的很直接 这样的一个调涨的过程当中 当然是为了能够稳定 台湾的物价上升的这个趋势 不讳言 这是为了平抑物价 因为电价涨幅 拟落在11% 就怕物价通膨 央行先出售 只是存款的利息增加了 贷款民众却是苦哈哈 以背30年的千万房贷族为例 目前每月房贷 三万七千两百六十三元 不过升息后 每月得多走六百三十一元 当然学贷族也会受影响 我们今天九点钟的时候 也请政府院长召开各部会的 这个联系会议 我们会来研议怎么样 由政府来协助他们 或者是我们减息 强调对弱势族群会令有配套 但现阶段还没定案 令增加的利息 空骂也不敌物价飞涨速度 因为不止电价涨大众运输 包含台铁国道客运也含涨 国道客运是十八年没涨 没有调整 台铁是二十八年 所以也不是因为电价 那国道客运他已经送上来了 我已经提过 就是这个短图的部分 T-pass已经吸收了 中长图我们会做部分的补贴 T-pass一样 比如级别好 一二零零都不会动 不过在野镇也想问 不是已经补助台电千亿元 为何涨幅还是抽乎预期 今天我们要问的是 为什么会两年亏四千亿 你们那个光电 风电 绿油油的绿电 都吃饱了 然后让台电亏损了一塌糊涂 然后再叫大家来补这个缺额 点名涨电价费民生议题 民众党质疑一切不单纯 TVB的新闻董又俊华柔台报道 上周民进党立委郭国文 以及林楚英等人因为不满质询 被没收 愤而向立法院长韩国瑜抗议 不过今天国民党立委罗志强发现 上周朝着质询被没收的民进党立委 是放弃了22号下午的口头质询 痛批根本是绿色巨鹰 但林楚英也反击用书面质询 是因为日前被韩国瑜恶搞 心生恐惧 目前来讲你预计在西门町大约一个水煎包 大概多少钱 讲考院长对物价值多少 却意外让主持议事的韩国瑜也中签 我很少到西门町去 但是我了解有人吃水煎包是28块钱 也有人吃12块钱的 这28块的水煎包不正是韩国瑜日前拿来当午餐的 但似乎不想卷进分针 韩国瑜很淡定 毕竟立院质询主角是立委和官员 不过上周吵着质询被没收的民进党立委林楚英跟郭国文 却被罗志强发现 放弃口头质询痛批 根本是绿色巨鹰 且除了林郭二人 另外还有五名民进党立委也是书面质询 但林楚英反击是因为被韩国瑜恶搞 心生恐惧 书面质询至少我有质询了 像上个礼拜五被韩国瑜这样恶搞 没收 那我就连质询都没有了 包括以前的国民党立委 也是照这样的方式遵循 从过去的惯例不要维持的情况底下 也应该经过充分的讨论再进行修改 原来立委党团有不成文规定 执政党立委质询分组部分一人 只能选一组口头质询 另一组就是书面 所以林楚英跟郭国文 当初都是选经济组质询 交通组有书面 只是说到立委间的纷争 18号的雄暴事件还有案外案 那天是因为我们都在等待联访 那陈迅政委员转过头来 看到我就说 我一定要报你一次 报你你就会出名 你知道经过我报的都会出名 所以我一定要让你出名 我要报你一次 我带着专业来 是希望能够改变 而立法院长韩国瑜 最近形象是大翻转 民调满意度过半 连年轻人都喜欢他 为什么他能够由黑翻红呢 详信荣教育政记者邱安柔 立法院长韩国瑜上任 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那他的表现到底如何呢 最近几份民调出炉 看起来都是不错的 像是TVBS民调 对韩国瑜的表现 有百分之四十八的民众 认为他是OK的 还有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 有过半数的人 满意韩国瑜的表现 而韩国瑜过去 被说形象很差 但为什么这一次 可以得到这么高的支持 可以说是由黑翻红呢 媒体人黄伟瀚就分析 他认为说呢 他做对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这个立法院办公室的 装潢被扶爆呢 最后韩国瑜开闸总务处长的 这件事是做对了 另外呢 还有在主持议事的时候 你也赞同这个高铁的环台案 这是扶国立民的事情 第三样呢 则是这个上礼拜呢 民进党立委呢 认为说韩国瑜没收了 他们的执行 不过后来韩国瑜协调 说呢 愿意呢 把这个执行呢 补回去给他们 所以呢 总总的原因呢 让黄伟瀚认为说呢 这个韩国瑜呢 就是呢 可以由黑翻红的主因 不过现在呢 有些人就认为说呢 这个韩国瑜呢 应该要叫占民进党 或者是监督行政院 黄伟瀚是持反对态度 他认为说呢 应该要让韩院长调和顶奈 越中立 当然对他个人是越好的 另外前立委郭正亮 自己也分析了 过去呢 韩国瑜在还没有上任的时候 很多人就说 这个蓝散的形象 到底会不会害到 副院长这样启程呢 不过现在看起来是没有的 但他的民调 现在可以这么高呢 可能也是因为呢 原本众人对他的期待不高 可是现在看起来呢 到他的表现 比想象中的好 新国会开议之后 已经一个半月了 三党不过半的情势之下 朝野攻防旅旅登上媒体版面 而根据最新的网路研究报告 指出 113席立委当中 总声量排名前三名的 分别是由立法院长韩国瑜 再来就是民众党的立委 黄国昌 以及国民党的立委 许巧心夺下 而韩国瑜在这当中 远远超过其他立委 获得了最多46.1万笔的声量 建球员个头都比自己高大 让立法院长韩国瑜 倒抽一口气 今年HBL总冠军队南山高中 把夺冠喜悦带进立院 展现亲和力 韩国瑜化家常 端倪这得来不易的冠军球 勉励球员顺便招募立院心血 当院长后凡事亲力亲为 韩国瑜表现似乎反映在这份数据上 网络研究报告搜集113席立委 声量表现 韩国瑜以46.1万笔 好感度0.6夺冠 第二名黄国昌虽然23.8万笔 好感度却只有0.25 而立院开议首日上演双输对决的 许巧心和黄杰分别位居第三第四名 他本来就都是话题王 这个其实他作为第一名 我并不意外但我认为 是因为他并没有直接接受到民意的检验 因为他过去在当当立委 以及当市长的时候反而都是被罢免 黄杰这天酸蓝打白 有民调针对三党立委表现 指民众党落局第三 党团澄清习数最少满意度却紧追蓝绿 号称高CP值 却被他说这啥精神胜立法 要CP值高倒不如留一席就好 上统计上是没有差很多 不过这点我们一定会更努力的来弥补 就专门在护航洗地 缺席不执行的民进党 既然满意度最高 我们一定要深自的反省 怎么样做才会做得更好 才说要反省检讨话锋一转却倒酸民进党一把 好 继续来看这个案子 台北市议员陈崇文涉嫌受监视业者上千万的贿赂 他是利用在议会质询的期间拉高预算 原本讯后是以两百万元交保的 但是检方不服持续搜证 发现他交保之后 竟然对相关证人施压 企图掩饰犯行 证人不堪其扰向检方反应 检方补强证据向法院提抗告成功 陈崇文遭到积压境界 跟虐童案的保姆 还有营楼抢匪同个囚车关进看守所 听到快门声忍不住抬头看 表情一脸茫然 他是台北市议员陈崇文 双手上铐在罚警戒户下 跟着队伍上囚车 跟他同车的个个都犯下瞩目案件 包括刺伤港籍江牧师的灵性嫌犯 持枪抢松山区营楼的理性男子 还有最近引发全民公愤 虐死一岁凯凯的刘姓保姆 都是重大刑案嫌犯 议员意外和他们同框 他涉嫌台北市警局监视器弊案 收了上千万贿赂 交保后做了这件事 还自己被收押 陈崇文在案发之后 积极透过管道向涉案相关人施压 而相关的证人疑似不堪其扰 向检方还有廉政署反应 检察官认为他有积压必要 向高等法院提醒抗告 成功把陈崇文送上球车 陈崇文被指控收受台湾智慧官网 负责人李庆皇的上千万贿赂 在议会质询期间 施压市警局拉高监视器预算 检联搜索时 他还高喊政治迫害 讯后两百万交保 但他交保后还和其他证人讨论 钱要怎么处理 企图掩饰犯行 检方查扣通联记录 确认他和业者的关系 手握关键证据提抗告 高院认为陈崇文身为议员 对涉案人有影响力 交保后还勾串证人 原本的裁定没说明 为何可以用交保代替积压 发回北院耕财 陈崇文二十一号再度出庭 这回进去就出不来 北院表示为了保障证人正言的贞结 陈崇文有勾串之余 且贪污案侵害公帑 为了维护公共利益 确认他无法以交保等其他方式替代 裁定积压警戒 陈崇文搭乘二十一号晚间 最后一班囚车离开 昔日未名喉舌形象不在 短时间内进不了议会 只能待在看守所 就继续来看 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陈崇文 在台志光案涉嫌收贿 遭积压警戒 民进党周开记者会 把矛头对准了蓝白主席 说台志光背后就是朱立伦的家族 而柯文哲呢 为何明知有问题 还编列预算 朱立伦 你的岳父 跟你的太太 所投资的公司 以及国民党的市议员陈崇文 现在已经被 积压了 你不用处理吗 要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出来面对台志光案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陈崇文 涉嫌收贿 积压禁见 民进党再咬朱立伦一家 跟台志光有关系 台志光背后 很清楚的 他的家族 其实就是朱立伦的家族 民进党指台志光 主要股东台通光 重要股东玉华投资 监察人高婉倩 是朱立伦老婆 董事高运人 高思伯 高思傅 是朱立伦岳父跟妻旧 董事长也是朱立伦岳母 在抨击前台北市长 郝龙斌时 签下这25年长约 唐志光拥有优先 议价权 使用权 简直是太上皇合约 现任市长蒋万安 得给交代 前任市长柯文哲 更脱不了关系 你不能一方面 你又编列 那一方面又 找我们几位议员 来当炮灰 去反对这件事情 指台志光 嚣张到呛现任市警局长 张仁新 前局长杨元明 要他们官位不保 王世坚说 当时柯文哲发现问题后 请市警局跟政风了解 既然知道不妥 为何还要编预算 在法律上 我们没有办法跟他解约 所以当时我唯一的方法 就是尽我最大力量 去监督他 今天的问题是 我编的预算是4.6亿 为什么隔一年 换蒋万安上来的时候 他送到议会的预算是5.5亿 台志光案从贪污收费 演变成蓝绿白 政治工坊战 TVBN新闻 华少平 刘立成 李平 邱婉柔 台北报道 好 我们刚才也听到了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 是把炮口也对准了 蒋万安 说他一上任 这监视器预算 怎么就多了 9000多万块1亿 而蒋市府回应说 这费率是柯文哲前市长定的 费用会增加 也是因为数量有增加 蓝绿也质疑说 那如果觉得有问题 为什么柯文哲八年执政都不说 直接叫蒋现任市长要交代 监视器的案子 他在任就觉得怪 怎么他一卸任 金额又加上来 他自己都觉得有问题 怎么没有提出来 蒋呢 什么奇怪 东奇怪 西奇怪 你柯文哲最奇怪 蓝绿议员不以为意 被点名到绿营 也吞不下这口气 在这个时间点 不要借这个议题 无限上纲 一直在打这个模糊仗 既然被前市长 直接抠出来战 那蒋万安如何应战 北市府邦当中包含了母约 还有106年的子约 我想柯市长也很清楚 还有包括议会的诞书 以及设备的增加 北市府帮补充三妹2200元的费率是柯文哲定的 协议也是他签的 蒋市府延续市政 加上监视器数量提升 预算当然增加 价格还是依照柯执政时期的协议 他已经用他最大的力量监督了 但是当时没有任何的证据 台资光主要股东台通光 重要股东玉华投资 监察人高婉茜是朱立伦老婆 董事高育人高思伯高思傅 是朱立伦岳父跟妻旧 董事长也是朱立伦岳母 民进党真的是胡说八道胡扯 用十几年前的旧资料 事实上早就不是台通的股东了 那不是台通的股东 那跟台资光也没有关系 清查公开资料 台通光101到104年 确实董事会成员名单上 有朱立伦岳父高育人的 玉华投资开发公司 不过在105年6月 柯市长任内就已经更换 新任董事 一个监视器弊案 扯出蓝绿白多方混战 另外台北市议会为了市长 蒋万安 要不要进议会进行 虐童案专案报告 标出火器 国民党议员全数缺席 导致议会开不成 绿白炮身隆隆 批评蓝营根本就是在护航讲万安 这场面实在有够火爆 国民党籍台北市议长戴席清 跟民进党资深议员李建昌 议场上互相标骂 民进党一个个加入战场 因为议会想加开临时会 要求市长蒋万安在开议前 先为虐童案专案报告 在国民党全数缺席下 只有25人出席 没过半数29人 连临时会都开不成 绿白同声批 南英市党部主委亲自押阵 防止南英议员走进议场 直到确定留会 总算有三位蓝营议员现身 却因为民众党议员一席话 在引爆绿白冲突 我们应该给今天现在已经进场 参与讨论会的国民党立员 应该给他一个掌声 国民党技术杯葛 免除蒋万安提早面对 送来的书面报告 却连开会日期都预先写好 绿白狂烘后火速改版 用白纸黑字做交代 也灭不了议会里的一团火气 520赖上阴下 赖清德即将全面接班 掌握辅党的权力 5月26号民进党地方党部主委 要改选攸关2026白里侯的布局 那么英系实力是否有变 也备受关注 我们继续来看看 民进党的地方党部主委 将在5月进行改选 这也被视为说是赖清德主席 为了2026布局的第一仗 尤其以总统蔡英文为首的 英系势力 有没有可能视为呢 再来看到目前的英系势力 是分布在双北市 台南云林等六线市 但其中现在比较受注目的 就是台北市的过去 这个皇城国势力 因为排黑条款 跟赖清德处得不好 而新北的罗志正 这一次可以说是立委连任势力的 但中南部还是有影响力在的 尤其现在大家也说 还有这高雄市长陈其迈 他可以说是英系的关键人物 而民进党内的另一个派系呢 就是政国会了 政国会为首的人是林家龙 而他们在哪里有势力呢 其实在台中 基隆 宜兰等五线市呢 都算是有他们自己的人 那会挑谁出来呢 他们就说了 四月之后呢 人选才会明朗 但是有机会 当然就不让了 那么再来回到这个新北市这一块 如果英系市委的话 现在谁要来抢新北这一块大饼呢 据了解呢 现在是新苏系两派系要合作 尤其在新北的部分 但值得注意的是 因为苏系呢 只要走出新北的话 其实就没啥势力了 所以会比较弱的 所以呢 当然跟英系合作 也是无可避免的 另外呢 就是这个赖清德的家乡台南 台南这里呢 大家谁又会当党部主委呢 现在有消息就指出呢 林郡县有一角逐撒届的台南市长 而赖西立委郭国文呢 可能就要抢着主委的位子 这被市委说 是不是要来瞄准音信呢 不过两个人都说呢 其实呢 这个主委人 所以还是要问过 现在的台南市长黄伟哲 总统赖清德 22号走访无人机国家队取经 但其中一家企业 展出跟英国还有土耳其 合作开发的无人机 它的螺旋桨马达上很尴尬 印有Made in China的字样 业者解释 外国合作商 期待利用台湾量能 能够都改成MIT 但是这个画面 真的是看了很尴尬 要掌握国防科技产业 在准走后赖清德22日走访嘉义的 亚洲无人机AI创新应用研发中心 听取国家队解说 但下一秒尴尬了 介绍这款能垂直起家的无人机 该公司曾喊出 不会使用红色供应链的零件 但眼尖的朋友媒体却发现 上面搭载的动力马达 出现Made in China字样 指出这款并非国防部 军用商规无人机 未来将原机实现飞红转换 经记者查询 这马达为中国大陆制造 售价每颗约369美金 列位与格奎在台北互撬 而赖副总后的飞行夹客 被发现别有巧思 硬着空军三行主力战机 因为赖也趁南下走访台南基地 由国防部长邱国正等人陪同 视察果空防量能 毕竟对岸这几天很猖狂 共机21日执行联合战备警循 36架次共机扰台 更有5架次出没台湾北部空域 并逾越中线 最近距离基隆42海里 这也意味着共机距离 我24海里临街区 仅18海里约33公里 我空军紧盯 不仅战机提前升空警戒 北部的天空和爱国者飞弹部队 更启动待命接战应处 我觉得第一个共军 就是强调他的实战化训练 第二个这个动作的本身 当然就是一种鼓励展示 跟施压的效果 倒数520中共对台 企业商场策略 看来切得更快更凶 TVBS新闻基建横 横幅滑华的丁田一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屈簧 店 写 商场策略